南韩的疫情持续延烧 23号全境单日新增49万例 是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二高 重症病床的使用率 也是逼近了65% 累计确诊更是突破了1000万大关 相当于是南韩人口的两成 也就是说每5个人当中 就一个人染疫 但是南韩当局已经宣布了 从21号开始 私人聚会人数放宽限制 从6个人放宽到8人 而且只要完成3剂疫苗施打 入境南韩就可以免除7天的隔离 南韩疫情稍不停 23号全境单日新增49万例 比前一天暴增13万例 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二高 累计确诊也突破1000万大关 相当于南韩人口的两成 也就是每5人中就有一人感染 但南韩当局仍宣布 从21号起松绑防疫规定 虽然餐饮业营业时间并未放宽 人维持在晚间11点 但21号起聚会人数上限 增加至8人 且只要完成3剂疫苗施打 入境南韩即可免除7天隔离 还有旅行社表示 自从南韩当局宣布松绑边境后 短短三天预约人数 就比去年同期急增8倍 按其他国家的经验 累计确诊到达整体人口的两成时 疫情渴望趋缓 但南韩政府在疫情狂烧之际 放宽聚会人数上限 也使传播力更强的 隐形Omicron BA2减出率激增 因此疫情究竟会如何发展 还要看这周的情况 才能做出判断 Win Sobe 会计划 被依靠